其實因為這一盒 這一個其實是以前高中的時候 那種美術社啊 櫥窗就會擺這一盒 然後它很貴 我根本以那個時候不可能有條件買得起 可是它成為我心中的一個夢想 因為這一盒買起來的那個 它又是專家級 價碼很高 然後我一直等到我30歲 那個時候我才很下心去買了這一盒 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 可是你會發現幾乎跟新的差不多 你會捨不得用 所以你又再買另外一盒彩色鉛筆 然後把這一盒供著 然後我畫畫的時候 就講儀式嘛 我會把它打開放在旁邊 在家裡畫畫的時候 我會把它打開放在旁邊 然後看它的色彩我自己很喜歡 然後就會覺得說 我沉浸在我自己的世界 一個Stay out的世界我想要的 捧著雙手眼神有如小孩 若你也看出知名室內設計師張欣 述說作畫史與工作專業的 頗大差異 肯定是張欣之音 而許多之音人都沒錯過 張欣近日舉辦的 首次個人畫展 就作畫張欣回看自己 其實我22歲就結婚 然後其實你 就是女生這麼早結婚的時候 你會忘記 就是因為在結婚生小孩 帶小孩的過程中 其實你會忘了以前的自己 你喜歡什麼你都會忘記 然後到了30歲 其實小孩大概 5、6歲這麼大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回憶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那個時候是我開始拿筆起來畫 然後那時候他們挑了這張的時候 我說不要吧 這張就沒有畫工啊 為什麼 就是沒有那麼 我就覺得很像小朋友畫的圖 為什麼要展 他說他們覺得其實完全不會 因為這一張其實是我第一次 就是開始拿筆揮一起自己 然後去畫下我小時候 曾經的故事 於是隨手作畫並配上想像中的故事 畫作開始累積 到了四字頭的人生中段 工作夥伴也是好友Stanley 督促幫著緣起張心畫展的夢想 其實我想要辦畫展這件事情 只是一個夢想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不是個畫家 我只是喜歡畫畫 然後他的展廳成立以後 他就說你一定要辦展 我只是覺得他在跟我開玩笑 結果後來他把時間直接定了之後 我才發現 真的要這樣做嗎 就是其實我一開始 其實是沒有這個心理準備 對 其實我被他一個問題問得很煩 就是那個開始跟我講說 欸 那個 我可不可以靠畫畫來 那個 就是 為生 為生這樣子 對啊 我說 我說畫畫沒有什麼那個 只要你有興趣可以一直畫 那我一直鼓勵他就是說 他一直沒有信心 我說我們有一個這麼好的一個空間嘛 那一直以來他的畫畫 我很常看到的是自己 在那個 歐洲啊 歐洲 他就會我們在玩 然後他就再欣賞風景 他就默默走到一個地方就開始畫 對啊 他很投入他的那個畫畫的那個世界嘛 對 我覺得 你要展出的是要把你的內心的東西展出來 我們不是很專業 人家專業的是在畫畫什麼的 你是興趣嗎 對啊 對啊 這是筆記書 然後前面是我就圖文的故事 嗯 我跟你說 我其實做這個的願望就是 譬如說你回去你放到這本書 譬如說你今天心很累 然後你把它打開 然後你讀了這些故事 然後你會覺得舒服對不對 嗯 結果 2013年我做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有人寫email給我 說 我真的很感謝你這本書 就是我回家 我真的覺得工作很累的時候 我就把它拿來點 這是我想要的 對 小小夢想傳遞暖意 張新首次畫展 意猶未盡 期待下回 美好在序 謝謝張珍賴哲好 參報導